我現在要介紹的是用右手來做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要加一個音 雖然前面的影片有介紹過了 但現在要做的方法有一點不同 因為在第二拍的後半拍加了這個音之後 第三拍的那個音不是由右手來做的 我想要交由左手來做 那因為兩手的力度跟鼓刷的角度不同 所以音色會有一點不一樣 呈現出來的感覺也會有一些不同 聽聽看我的右手 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所以情況會是這樣子 本來是在3的時候要折返 那現在我要提早這個折返的動作 讓這個動作 出現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所以是 然後在3的時候就變成已經在路上了 1,2,3,4 1,2,3,4 1,2,3,4 那訣竅相信你已經發現了 在1,2過來的時候 這個2的前半拍 應該是稍長一點的前半拍 你的鼓刷要快而柔順的 提前到這個折返的點 或者是你的折返點要稍微的 往 調整一點 讓它可以提早出現 1,2,3,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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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左手的第三 就是落在這邊 從這個角度 甩出去 或者是用 下壓的方式 看每個人的手勢 怎麼樣 會覺得比較順 1 2 3 4 1 2 4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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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样的,这个位置也可以出现在相对于刚刚第二拍的后半拍 可以坐在第四拍的后半拍,变成1,2,3,4,2,2,3,4,2,2,3,4,2,2,3,4, 2,4, 鞋子